明明很穷,却总想买东西 装备很全,还是效率低,不想学习 总算熬到双十一,你还有手可剁吗? 嘿,我是阿图,一个穷到不得不离性消费的教育博主 虽然踩着6年前的帆布鞋 套着15年前的衬装外套 盖着17年前的棉被 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买上百的护肤品 上千的课程,上万的电子设备 也不影响我获得bilibili一万关注 打造硬死分就能让我注入艺术的灵魂吗? 囤一箱文具就能让我秒变学霸吗? 我高中囤的水笔现在还没用完 我们一起来解读价值和价格的区别 以及什么是性价比 在推荐4个我个人使用以后 觉得可以提高效率,改变认知的商品 最后送一波双十一福利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坚持看完这期视频,解锁整年份的成长吧 第一,价值和价格的区别 有人看不起评价基础款衣服 有人轻视省吃兼用买名牌 在买奢侈品的人群里 还有品牌鄙视链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概念 价格指的就是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 需要支付的货币数量 价格通常在交易产生的时候才有讨论的意义 比如你现在住的老房子市场价是100万 你不打算卖房子的前提下 这100万和你几乎没有关系 价值往往指的是商品或者服务 对你来说的正面意义和重要性 尽管市场价100万 但对你来说和家人在一起的回忆 很难用100万来衡量 对于拿不出100万来买这所房子的人来说 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都不在考虑范围 商品或者服务对于每个人来说的价值都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通常用货币来衡量价值 成为价格 也就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这样来看用什么品牌的手机 穿多少价位的衣服 背什么款式的包 真的可以体现你的自身价值吗 至少可以提高效率 提升认知的商品 都是可以让你增值的自我投资 第二个性价比 性价比就是性能和价格的比例关系 一般用来反映物品的可买程度 我们通常认为性价比高 这样商品或者服务就越值得买 从比例关系上来说 好像真的是这样 同样性能的商品 价格越低就越值得买 同样价格的商品 性能越高就越值得买 但在真实的交易活动里 我们会先看价格再去比较性能 还是先满足性能的需求 再谈价格是否合适呢 如果先看到价格再去比较性能 就好比你因为双十一而去某宝逛逛 看有没有需要的商品 这类消费方式往往会消耗很多时间 商品种类越来越分散 没有目的地逛双十一 或者其他打折活动 看到商品以后先得考虑自己是否需要 有可能的话还要去比较同类商品的价格 无止境的购物时间 会让购物车变成无底洞 最终导致非理性消费 相比而言先确定要购买的商品 再去比较同类商品的价格 会更高效更理性 这里的性能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价值 所以性价比都是相对的 你听说的高性价比的商品或者服务 对你来说不见得会有很高的性价比 第三教育博主的购物清单 接下来的推荐都是对我来说性价比很高的商品 全部自用没有推广 第一小米手环 以前用过最老款的小米手环 没有屏幕 需要查看部署记录体重 都需要链接app查看 经常有人以为我戴的是手表 问我时间 我一抬手只有一个小铁哥的 后来我就手表和手环一起戴 新款手环可以看时间 日期 部署 测心率 我每天都会用振动模式提醒自己起床 用久坐模式来提醒自己 一小时以后站起来走一走 睡眠检测模式 体重记录功能都非常实用 我几乎24小时都戴手环 教书的时候常用描表功能 去健身房切换成运动模式 这样频繁的使用 一个月也只要充一次电 第二个 印象笔记 我两年前开始使用免费版的Evernote 印象笔记的国际版 使用感受一般 比起常用的OneNote笔记app Evernote的同步速度表现极好 直到切换到印象笔记大陆版 我不想再用OneNote了 清单素材表弹模板网页保存桌面 快捷助手笔记同步速度等很多功能都非常非常非常强大 我以前需要用多个app完成的笔记任务 现在全部只要用印象笔记就能完成 而且大陆版可以关联微博和微信同步重要的信息 印象笔记双十一有六折优惠 我就买了一年的专业账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以后也会在笔记使用app系列视频里 给大家具体介绍怎么使用印象笔记 第三个是iReader iReader不能游记海外 是朋友帮我带过来的 就没有享受双十一的优惠活动 但是对我来说 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无论是英文书还是中文书 在澳大利亚买纸质书 基本上就等同于轻奢商品 我买过的唯一一本中文书是柴静的看见 人民币大概是95元 买过的唯一一本英文小说是The Help 具体价格不记得了 但是至少也得100人民币 其他学书类的数据基本都要400到1000元 直到有了智能手机 我就再也没有买过纸质书 听书看书app很多 但眼睛疲劳被其他app或者信息干扰这些情况 让我很难长时间的看书或者听书 而且读书笔记都只能到特定的app里去查看 我要看的书有的时候也只能在特定的app里找到 以上提到的这些就降低了我看书和写读书笔记的效率 很是苦恼 市面上阅读app和电子书商品非常多 比较以后我还是决定买iReader 首先它是国产 我身边很多人对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商品 尤其是电子商品非常感兴趣 我也希望给他们推荐更多优质的中国制造 第二个就是iReader有很多版本 他们都可以把笔记同步的印象笔记 这也是我要买它的原因之一 第三就是我买的A6版有AI读书功能 可以解放双眼 目前还没有试过 具体的使用感受我也会单独的出视频来介绍 第四个蚂蚁私塾 长期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蚂蚁私塾了 我从2018年3月到现在 在蚂蚁私塾上听了上百本书 包括成长教育、认知心理、亲子教育、应用心理等等九个类别 以后也会继续收听营销思维、职业技能、财务自由等其他类别的内容 蚂蚁私塾跟其他听书APP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不是单纯的听全书的内容 也不用我去考虑具体要听哪一本书 它会把所有书籍放在不同的类别里 只要解锁自己想听的领域就可以 其次所有书籍都被拆解重组过内容 更方便理解 对某本书感兴趣的话 听完拆解版再看原文可以节省时间 也可以理解的更透彻 可以说没有蚂蚁私塾就没有阿图频道的个人成长系列内容 被大家广为称赞和认可的成长类内容 基本都是我听蚂蚁私塾学到的干货 以及听书过程中获取的灵感 这个时代陪你蹦跌的人满大街都是 跟你一起读书的还有谁呢 第四 福利时间 双十一当然要送福利啦 只要关注阿图冲亚账号 就有机会获得2020年利笔记本 或者阿图2019年11月的付费权限 今后我也会在冲亚分享一个最普通的APP 要怎么实现从零到一的自媒体成长教程 期待你也能成为下一个实现内容变现的内容创作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哎 你可以走了 走啦 哎呀 好好吧 你在这待着吧 要不下去 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